你没让我失望,范思哲不愧是我儿子 一路小心,我跟你娘等你回家 看到庆余年中的范思哲得到父亲的肯定,喜极而泣 跪别的一幕,让不少网友想到现实中的郭麒麟 这句迟来已久的认可,可能也是现实生活中郭麒麟所渴望的 剧中的郭麒麟心思活络性格开朗 父亲作为户部尚书掌管天下钱财 而范思哲则一心努力赚钱为的就是能够得到父亲的肯定 哪怕犯错受罚都不怕,就怕父亲对自己失望 现实中的郭麒麟打小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父子之间聚少离多 后来虽然从天津来到北京生活,但郭德纲的挫折是教育 让郭麒麟没有听过父亲的一句夸奖 哪怕饭很小的错误,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因为挑食只能坐到楼梯上一边端着一碗不爱吃的饭,一边嚎啕大哭 后来提到这段经历,郭麒麟释怀一笑 倒是郭老师眼里勤着热泪,虽然心疼儿子 但作为父亲也倔强地不肯认错 把桌子给他哄开了,坐在楼梯,边上楼梯,坐在楼梯,抱着一碗米饭,上面都青菜,泪流满面,嚎头痛哭 哭完之后别耽误吃,郭麒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 戏中郭麒麟的父亲也像郭老师一样,虽然关心儿子,但作为父亲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总会默默地关注范思哲,对他的打骂也是望子成龙 而郭老师虽然嘴上没有认可郭麒麟,但在私下里也没少夸郭麒麟 因为确实是当着孩子可能他也不好张嘴,但是他夸他的儿子都是从根儿上夸的 他一直就说大连很厚道,很注意自己的舞台形象 通过于老师的话语也不难看出郭老师对于郭麒麟的关注 但郭老师却不知道该如何的表达,直到2019年这份感情才真正的表达出来 那一年郭麒麟参演话剧牛天刺,在返场期间,郭老师突然出现拉着儿子的手 给观众们鞠躬感谢,舞台上的郭麒麟喜极而泣 这是郭麒麟第一次得到郭老师的认可,郭麒麟也解开了多年的心魔 自从那以后,郭老师就没有停止过对于郭麒麟的夸赞 从前郭麒麟一直在身边,看哪都是毛病 如今儿子在外闯荡总会想念,不是时常的打电话让郭麒麟回家 就是给郭麒麟安排工作,就想着能多跟郭麒麟接触接触 就连直播时都说郭麒麟回来了就在我身边 时常的就跟大家炫耀郭麒麟是他最好的作品 郭麒麟也像剧中的范思哲一样想要证明自己 父亲作为户部尚书掌管天下钱财 范思哲大小就对数字敏感,就想着努力赚钱为父亲分忧解难 而现实中的郭麒麟,他深知在相声领域上没办法超越父亲 郭麒麟就另辟蹊径走上了演员的道路 如今郭德纲都已经承认郭麒麟超越了自己 在范健和范思哲的身上 大家也看到了郭老师和郭麒麟的影子 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父子的相处方式 孩子渴望被父亲认可 父亲却总是做得多说得少 以至于外人以为父亲不爱 但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郭老师对于郭麒麟的爱都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为郭麒麟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相声专场 每当郭麒麟登台演出时 郭老师比自己登台演出还要紧张 就像郭麒麟说的那样 没有郭麒麟郭老师的这套教育没地方用 没有郭老师的教育 郭麒麟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这是有关父与子的互相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